影片內容請參考時間目錄 快轉專用連結在置頂留言裡哦 人亡2總共有27個溫泉 這一集補完支線任務的8個溫泉位置 妖怪神樂有7個溫泉 要完成任務需要3個木牌 首先從神色1出發 右邊這邊有一個門打開 進來之後這裡有1號跟2號溫泉 然後再過來這裡有一支扇叉 之後繞到另外一邊 這邊有一個門一樣打開 然後進來左轉 這裡有第3個溫泉跟第4個溫泉 你如果要過這一關的話這隻大奶妹要打死他 會撿到一個木牌 要收集3個木牌才能過關 打開門之後回到神色1 接下來從神色1出發 往左邊這邊走 然後這邊進來上樓 然後這邊進來上樓 然後往回走 然後往回走 把鬼婆婆打死 他身上有第2個木牌 接下來 順著這邊 走到這個電梯的旁邊 走到這個電梯的旁邊 這一間 裡面有一個妖怪雲 妖怪小雲 那撿完3個木牌之後 然後 電梯上面有埋伏 我不太喜歡坐 你可以去坐電梯 或者說從這邊跳下來 再往反方向跳 有貓幼的話跳下來不會通 不用怕 然後這是最後一個溫泉 這樣7個溫泉都找到了 這樣7個溫泉都找到了 那這個門有木牌的話就可以打開 把妖怪都打死之後 撿到鑰匙 那就繼續開門 這邊算客廳嗎 就把這個 救出來就沒事了 就過關了 王者寄來的信有一個溫泉 歡迎收看 首先我們從神色1出發 然後一路往上走 我們要去找神色2 就順著路向前一直衝 進屋子之後這邊門自己打開 然後左繞右繞 一直向上跑 這邊右轉 然後再右轉 走到底之後這上面有一個梯子 爬上來之後 偷襲這個 然後下去幫忙吧 然後下去幫忙吧 打完之後這邊就解鎖了 然後到神色2這邊 接下來從神色2出發 往下走 進入這個長岸之後要把長岸的那一隻大妖怪殺掉 我踩到小妖怪 我踩到小妖怪 不管了 殺掉之後 走上來 這邊有一棵樹你可以推倒他 因為我不小心推倒過了 然後有埋伏 然後有埋伏 好了之後這裡就是最後一個溫泉 接下來我們從第二神社出發 順著 順著路這樣走的話 順著路這樣走的話 就會到達長岸區對不對 剛才已經清掉了 然後 這邊第一個洞就是到溫泉的地方 這樣講比較清楚 前面過樹就是溫泉了 然後這邊亮亮的地方 然後這邊亮亮的地方 就是出口 然後這邊遇到三隻 智障武將 把他打死這邊的任務就完成了 好就這樣囉 拜拜 謝謝 謝謝 有請 小妖怪 小妖怪 有請 小妖怪 有請 小妖怪 小妖怪 我 請